在尼泊尔租这样的小楼是最普遍,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选择 这个小楼是四房,五位,两个厅,一个厨房,一个储物间,一个拜神房,一个洗衣房,一个停车位 在尼泊尔租房,有些房东会限制你,比如说这个四房的这个小楼 房东可能会限制你不能超过八个人或者十个人在这里面居住 有些房东还会要求你保持房间的整洁,他会让你雇保姆来做清洁 或者是他给你提供保姆清洁工,大部分房东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饮用水,水的问题 你像首都家的满都,水就水质很不好,水发光,不干净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买水 买水的话每个月的价格也不是特别的便宜 然后伯克拉奇特旺和其他的城市,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比如说奇特旺我们家这边,水质就比较好 家家户户就是不需要有这个费用每个月,就不需要买水 直接那个井水,然后抽上去就可以作为家庭用水 饮用水的话,纯净水的话,想喝的话可以购买 然后也可以就是从地下直接打上来的饮用水,也可以直接饮用,直接喝 就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了 还有一点,尼泊尔也是处于地震带一个多发地震的一个国家 但是每个城市也不一样,高山或者是平原 所以说你要选择租房或者是买房买土地的话 这个地震的因素也是一个需要考量进去的